各位好,我是董佳宁 香港是全球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购物中心 经济结构上,金融和服务业就是第三产业,占比最高,占GDP的90%以上 我们总说他们的金融业发达,其实这个占比只排到第二 最高的是贸易和物流,占22% 金融占17%,旅游业只占了5% 那香港的经济崛起到底依赖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首先是基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香港是中国经济的窗口 很多人对窗口这个概念没有形象的体会 其实就类似于收费战 这个收费战的形成是历史决定的 是大国之间的平衡决定的 1949年之前,香港经济远不如上海 两地都开设了证券交易所 但香港的发展缓慢 上海的在清末就成为远东最大的金融交易所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 还有国民党政府结收影响 大量资本和人口涌入香港 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 出于对高风险的逃避 大量资本逃到香港 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 长三角地区移民带来的财富 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一半 宝宇刚、董建华都是当初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 中国和美国互相封锁 让香港成为整个中国唯一的对外出口 之前16个港口的贸易全集中在了香港 而香港不过700万人口 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能消化这么多出口吗? 肯定不能 那这些出口货物又到哪里去了呢? 又转卖到其他国家了 香港是内地对外贸易的中转站 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要从香港中转?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 仅仅算是迈入了这个组织的门槛 还有很多更自由、更开放的贸易协定 中国内地是逐渐加入的 世贸组织是全球化的产物 主张贸易自由、低关税 那时的中国经济实力 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 进口关税仍然较高 许多发达国家 也对于中国出口的货物有限制 设置了固定的配额 一段时期内 双方这样的行为都被默认为合法 香港不一样 它是世贸组织单独关税区 什么是单独关税区呢? 就是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却可以自行决定关税 在香港除了个别产品以外 进出口关税全面 香港也是很多国际自由贸易组织的成员 出口能享受到更多的配额 更优惠的税率 内地的货物先运到香港 换一个包装 打一个标签 披上香港的马甲 再出口到世界各地 这样就能绕过部分发达国家 对于中国内地出口的限制 这就是香港的特殊身份 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指定窗口 有了这个身份 日子自然会好过得多 说完了进出口 我再来说一说房地产 1903年港英政府完成了 对香港土地详尽的地级测量 同时对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 新界部分农业用地归当地村民所有 除此以外 其他土地统称为官地 归英国王室 由港英政府代为行使 私营企业必须参与土地拍卖 来租用土地 获得有限的土地使用权时间 这促进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从1950年代开始 香港房地产长盛不衰 虽然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每隔十多年就上演 房地产仍然屹立不倒 几十年间 五轮房地产大繁荣 为香港培育出一批世界级的富豪 但始终屹立不倒的是 李嘉诚、李肇基、郭氏家族和郑玉彤 这四大家族分别是长江实业 横基集团、新鸿基地产和新世界地产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 其中一个条款是 在过渡期 香港政府每年拍卖的土地 不允许超过50公顷 这个条款直接诱发了香港低价的暴涨 十多年上升了20倍 是香港房地产五轮大繁荣中最长的一段 市场供给被强行限制 当然会引发供需不平衡 再加上资金、筹准机会、恶意炒作 价格一飞冲天 我们再来说一说香港的制造业 香港制造曾经是辉煌过的 朝鲜战争结束时 美国允许港制品输入 成为港制品最大的出口市场 从1965年到1980年 香港的经济命脉是纺织成衣和电子设备 除此之外 还有塑料、玩具、假发、五金等 中国内地改革开放 香港企业把制造基地大批转移到成本只有几十分之一的广东 香港只保留贸易职能部门 就是销售、报关、运输等等 本来就有免税 成本又大幅下降 制造业可以说是躺着挣钱 不再考虑产业升级 而中国台湾、日本、韩国都投入了IT、半导体、造船产业 从劳动密集转变成技术密集 完成了向更高端的攀爬 1970年代 香港工业比重一共达到37% 这是一个标准的轻工业城市 可是随着内地开放幅度越来越大 香港的制造业再也没有当年的辉煌 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把香港经济的繁荣都归功于英国人的管理 比如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曾经说 保持香港稳定只能是英国人管理才行 他们大概忘了 19世纪30年代 英国同样用武力占领的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 仍然被英国人管理 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 可是一百多年过去了 马岛上长满了更多野草而不是高楼 这鲜明的对比说明了什么 当然 诸如香港人的勤劳 智慧 优越的地理位置 自由港和自由经济的政策 以及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都是香港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但这些因素与内地因素相比 它们只能是次要的 有限的影响 在香港回归后 内地依然是香港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 美国有一家研究机构叫传统基金会 新自由主义捍卫者 一贯主张小政府模式 连续25年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但是2020年的评比结果是 新加坡第一 香港跌到了第二 香港一直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但是去年爆发骚乱后 一切都变了 2019年11月 伦敦金融城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伦敦人民币业务激报 伦敦超越香港成为全球第一大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中心 占到全球交易总额的43% 香港只有24% 2018年在中英两国联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 世界前五的金融中心分别是纽约 伦敦 香港 新加坡 上海 最新的一期报告 前五名是纽约 伦敦 东京 上海 新加坡 香港排名第六 中国要与美国竞争 离不开香港的独特地位 内地城市虽然可以在资产上进一步放开限制 但香港属于英美法系 这一点内地的城市难以取代 所谓的英美法系主要是指英国的普通法体系 12世纪前英格兰没有统一的中央司法机构 司法权主要由教会把持 国王亨利二世为了司法集权而提出 不要谈上帝或者其他行而上学的东西 以之前判过的案例为标准 制定一步适合全社会的法律 于是普通法诞生了 比如一种新的投资工具 只要制定一步单行法 专门针对这个工具进行立法 操作简单便捷 如果立法来不及的话 还可以追溯历史引用之前的判例 而大陆法系 首先要争论属于财产法体系中的哪个种 属 门 类 立法非常复杂 所以很多观点认为 英美的法系在某些方面更适合金融创新 新的投资工具快速通过审核 就可能产生监管上的漏洞 助长了投机行为 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就是对于金融管制的疏忽 一味推行所谓的金融创新 每当拿香港与内地城市比较时 很多人认为 香港的法律对外汇没有太多管制 资金自由进出 我想说的是 资金自由 洗黑钱也同样自由 特区政府统计处曾公布一份数据 2012年香港GDP是1.6万亿人民币 内地在香港洗钱的规模是1600亿 是GDP的十分之一 内地很多资金通过地下钱庄 空格公司 巨额信用卡消费 从香港转移到海外 虽然特区监管机构 试图捍卫国际金融中心的荣誉 既要避免成为洗钱天堂 又要保持金融服务业的繁荣 这种平衡难以把握 去年 黑衣人在街头破坏公共设施的时候 国际资金开始流出香港 转向新加坡 到今年3月 新加坡国内银行的外币存款 已经翻了一番 高达150亿美元 这两个城市 都是曾经的亚洲四小龙 都有被英国殖民的经历 多年来一直在竞争 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谁能最后取胜 很难预测 去年9月 世界知名的投资机构 瑞士信贷集团 公布了一份报告 在香港 有853人的财富 超过1亿美元 是新加坡的两倍 不过 在前面 我已经提到 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新加坡排名第五 香港第六 以往大多年份 两个城市都在第三 第四之间交替 大多年份都是香港第三 结果今年排到了第六 2017年 中国内地获得的 1250亿美元的外资 990亿通过香港流入 占到外商投资总额的80% 李光耀曾经说 羡慕香港的地理位置 但如今 黑衣暴徒 却正在摧毁这一优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业人士说 已经把花旗银行账户中的 1亿美元转移到了新加坡 在这两座城市为了经济地位 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上海一直在埋头苦干 他心中的梦想不是亚洲金融中心 而是与纽约 伦敦竞争 早期的国际金融中心 佛罗伦萨 安特韦普和阿姆斯特丹 用黄金白银作为支付手段 伦敦刑起后 英镑成为世界货币 做买卖的人就任英镑 二战后 纽约取代伦敦 美元取代英镑 世界各地只任美元 香港和新加坡 都是美元的二道贩子 经营离岸美元市场 东京曾经想把日元国际化 但是经济实力不足 最终放弃了 发达国家都想把自己的中心城市 培育成国际金融中心 掌握国际资本流动 定价 交易的控制权 取得世界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上海要做人民币资本的输出者 而不是给英镑和美元打工 中国要想发展国际金融中心 就要不断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做美元的二道贩子 永远只能是追赶者 香港回归之后 英国人经常拿出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首相约翰逊说 法治 独立司法体系和自由媒体 是香港取得成功的关键 香港未来的成功 将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权力和自由 问题是 英国人有认真了解过这个声明吗 联合声明原文的第一条 已经写得很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于1997年7月1日 对香港恢复形式主权 这表明之后香港所有的事物都是中国内政 外国无权干涉 而西方的政客的眼睛 选择性失明 他们关心的点是 中国承诺过保证香港法律50年不动摇 但是他们看了联合声明的第三条第十二款吗 这个条款明确指出 内地的承诺是基于香港的基本法给出的 而基本法又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础上制定的 只有中央有解释基本法的权利 而且要注意 第十二款是中国政府针对香港政策的单方面声明 跟英国没有半点关系 中国外交部在2017年6月30日表示 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 已经不具有现实意义 为什么没有现实意义 一项国际条约 当其中所有缔约方的义务都履行完成之后 就失去了现实意义 如今联合声明的联络小组都解散了 难道还要把条约再拿出来履行一遍吗 这次全国人大审议香港国安法 美英及欧盟都发表了声明 态度不太一样 美国是震惊朝野 议员反应强烈 蓬佩奥代表国务院的声明很强硬 说这是灾难性的提议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是联合声明 说严重关注 并认为国安法将很明显的破坏 保障香港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原则 欧盟的声明是最委婉的 仅仅说欧盟极为重视一国两制 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抓住中英联合声明做文章 但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中国早已履行了所有的地约方义务 这是历史文件 中国现在根据基本法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基本法中香港的义务很明确 那就是第二十三条 涉及国家安全 香港应自行立法 这既体现香港的高度自治 也是宪法下的责任 但港独分子和境外势力却避而不谈 甚至抵制 这是一个大型双标现场 那么我们要不要怕这些分裂分子 要不要怕美国英国的强硬表态呢 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底气说 不怕任何威胁 香港是中西之间的通道 如果有些国家要把通道关闭 那不是打击香港 而是打击自己 香港是美国每年数百亿贸易顺差的贡献者 这样的地方可是关闭一个少一个了 8.5万美国公民 大量美国公司都会是受害者 这个压力绝不是中国一方承担 一定是相互作用 就像华为被打击 一定会找供应链的替代品 而且替代的正是美国产品一样 如果谁敢尝试极限压力测试 中国的目标可不是找香港的备胎 更可能会是纽约伦敦的 上海关已经迫近 时不我待了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 接近一千个 这个数字十分惊人 这些人不是来睡大觉的 而是来工作的 来进行政治战争的 前些天 祸港分子黎智英 接受台媒采访 说出了一个存在已久的事实 也是他心中的期待 我很想念CIA 很想美国英国影响我们 因为外国的势力支持 是让我们撑下去的理由 与他连线的是台湾媒体人赵少康 老赵头 这个局面应该有所改变了 香港特区国安法的推动 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 香港特区有了安定的局面 才会有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 同时回顾历史 我们也才知道香港的经济繁荣 到底是怎么来的 昨天 今天 明天 不是昨天 今天和明天 是过去 现在和将来 我们过场上网是一家原生的数字媒体 明天也是 不过我们一直在拓展更多的领域 拓展更多的话题 给大家更新的形式和体验 现在的视频 还有我们的观察员板块 都是我们今年以来着重加强的 观察员是观察者网的大会员频道 也是我们的收费频道 再过一个多月就上线满一周年了 我们更多的视频内容 还有更深的新闻解读 都会出现在里面 请大家支持我们观察员 支持观察者网 也是支持我的节目 让我们共同观察时事 共同观察这个冲突更加激烈的大时代 观察员频道每年收费198元 使用我的专属邀请码666 可以利减10元 这样每天不到6毛钱 也暗合了我的邀请码666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是晚上 但是我现在的时间是凌晨 5月28日凌晨2点 录完这个 我还要看一下孟晚舟案的裁决结果 就回去睡觉了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让我们带来更多 更持久 更好的内容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666 还有我的微博 B站账号 懂点啥 董嘉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